第五十一章 幼儿 徐前辈 圣子见到橘猫钻进屋子 先是一愣 继而喜色浮动 低声道 前辈怎么来了 不是说最近几天都不见面吗 橘猫口吐人言 道 是让你别来见我 没说我不见你 顿了顿 他纳闷道 你怎么认出是我 前辈之前不是说过 以心骨控制了一只猫潜入柴府 遇到了柴贤吗 李灵素笑道 然后圣子发现橘猫浆在那里 陷入了沉思 我说错了什么话吗 李灵素脸色茫然 该死 我不知不觉也染上金莲道长的嗜好了 不 我没有 主要是因为猫能飞檐走壁来去如风 狗根本潜入不了柴府 哪怕潜进来 也可能被和尚宰了 做成狗肉火锅 许奇安心情复杂地嘀咕 李灵素有很多问题想咨询 但见高深莫测的前辈 突然开始思考人生 他不好打扰 只能干巴巴地等着 恶情 许奇安缓过神来 道 倒杯茶 我有点渴 渴得不是它 是猫 但饥渴的感受 同步反馈给了附身其上的许奇安 李灵素当即翻开倒扣的茶杯 满了一杯温水 橘猫顺势进来 月上桌面 它没有即刻舔式茶水 而是看了眼凌乱的床铺 猫的嗅觉是人类的数十倍 因此它轻易闻到了糖味 苦苦忍耐 情谷副作用的许奇安 喝了一声 日子过得逍遥快乐呀 文言 李灵素脸色垮了下去 愁眉苦脸 前辈 你何时替我取出情谷 我现在每次看到信 就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脑子里想的全是他 他勾勾手指头 我就会控制不住 自己扑上去 他边说着 边搂住了自己的腰 老凡二塞了 许奇安面无表情 语气冷漠 道 等事情解决 我会替你解除子骨 现在解除会打草惊蛇 让柴信发掘 也只能这样了 李灵素叹息一声 想着改天炼一炉丹药 补一补肾 他随后想起地窖的事 道 方才有人通知信 说地窖被人闯入 柴剑园的尸体 遭人解剖 说着他压低声音 前辈是你做的吗 许奇安点头 果然是他得到正确答案的李灵素 连忙追问 可有查出什么 柴贤极有可能是柴剑园的私生子 许奇安说道 他随后看见李灵素脸色发生剧烈变化 睁大眼睛 震惊又不敢置信的模样 隔了一阵 李灵素压低声音 确定吗 柴贤有六指 柴剑园也有六指 可能是遗传 不然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李灵素沉默半赏 难怪柴剑园 非要把柴兰嫁到皇甫家 他不可能同意柴贤和柴兰的婚事 他猛地反应过来 柴贤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这很好推断 如果知道自己是私生子的身份 就不会爱上柴兰 不 也有可能他知道 因此一怒之下杀了柴剑园 埋藏自己是私生子的秘密 然后独占柴兰 李灵素脑洞打开 出拳要讲章法 推理要符合逻辑 许奇安心里吐槽了一句 吃笑道 你怎么断定柴贤知道自己身份 又怎么断定柴贤知道柴府只有柴剑园 知道他私生子的身份 六根脚趾虽然隐秘 但最亲近的人 长辈 多半是知道的 李灵素表情一僵 也是哦 橘猫安舔了几口茶水 继续说道 另外柴剑园死前有中毒迹象 因此才被杀死在书房里 下毒的多半是亲近的人 前辈怀疑的是 许奇安迎着李灵素质询的目光 点了点猫头 没错 我怀疑是柴系儿 那种毒非一般人能练 除非是毒蛊师亲自出手 柴系儿不是去过南疆吗 还求了情谷 李灵素脸色变得难看 他自认对女人还是很挑剔的 但凡有过情缘的红颜知己 都有独特的气质和性格 且容貌身段都必须出挑 其次性格方面 绝不能是大奸大恶之徒 否则三观冲突 无法谈情说爱 就算是东方姐妹 也不是尸杀之辈 虽说在雷周时 与徐谦多有冲突 但那是立场不同 厮杀在所难免 在她的认识里 柴系儿有心机 有野心 有手腕 气质宛如结着哀愁的丁香花 楚楚可怜 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但柴系儿绝不是道德沦丧之辈 可这段时间以来 随着案情的深入调查 她对此渐渐产生怀疑 我过来不是找你闲聊的 橘猫庵抬起爪子 拍一下桌面 打断了李灵素发散的思维 前辈请说 李灵素低声道 柴建元为什么要隐瞒柴贤的身份 你有想过吗 李灵素一愣 过了几秒才明白徐签的意思 对于一方势力的家主 四生子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可为什么柴贤是以义子的身份 养在柴府这么多年 李灵素沉吟道 如果不是柴建元的原因 那问题就是出在柴贤身上 他的身世有秘密 橘猫庵倾笑一声 答案揭晓前 任何假设都有可能 但要记得去求证 我记得道门阴神在远古时代充当着城隍的职责 砖勾人魂魄 李灵素恩了一声 远古时期 有两套规矩 一套是阳间律法 一套是阴间因果之报 道门掌阴法 不过后来 这套阴法渐渐衰弱 直至废除 是了 这段历史 我在天宗的古籍里看过 但一直没想透彻 前辈可知 徐谦这样的老怪物 肯定知道很多别人不知的隐秘 橘猫庵沉吟一下 结合自己从古诗那里得来的隐秘 说道 远古时期 只有两种修行之法 一种是武道 另一种是道 道门的道 道术体系 比武夫体系更加完善 也更早 话而言之 远古是道术的天下 这便是阴法存在并盛行的环境 可渐渐地 武道开始昌盛 南疆人族琢磨出了古术 佛陀正道 巫神出世 道术在南主宰天下 阴法自然也就绝技 至于儒家和术士 则是近代才出现 儒盛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 术士则与国同龄六百载 远古时期 只有武道和道术 这就能理解阴法的出现了 后来各大体系出世 再不是道门说了算 徐谦真是个老怪物啊 知道这么多隐秘 李灵素感慨道 我道门当年也是无比昌盛的 而今衰弱成 只有道门三宗 他边说着 边看向徐谦 想再打探出一些隐秘 许其安不搭理他 淡淡道 言归正传 道门的入梦法术 可能如梦乌一般 梦中审讯 李灵素皱眉沉吟 做不到梦乌那般 绝对主宰梦境 因神入梦勾魂 只能勾凡人 或与自身品级相差极大的弱者 审讯的话 若对方是个凡人 亦能做到 前辈如果想让我审讯信 别说我修为还没解封 纵使全胜状态 怕也做不到 销是无品化尽 除非是四品梦乌出手 瞿猫安摇着猫头 不是他 是柴建元的儿子 你挑一个最弱的审讯 问一问他 关于柴贤的事 柴贤年少被带回柴府 与柴建元的子女一起长大 没人比他们更了解柴贤 李灵素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似乎想起了什么 道 对了 前辈 昨天夜里 我发现现深夜离开了许久 大概有两刻钟才回来 我阴神出窍跟踪他 发现他往南院深处而去 武夫的直觉过于敏锐 我没敢跟得太近 所以不知道他去了南院哪里 橘猫安的猫脸露出凝重之色 什么时辰 李灵素道 大概子时 啊 你这个盛亏的狗渣男 又趴到这么晚 你不盛亏谁盛亏 许其安缓缓点一下猫头 我知道了 根据他和叫方思花魁 深夜畅谈人生的经验 每次谈完 花魁们都是大汗淋漓 极度疲惫 立刻睡去 柴贤大半夜不睡觉 离房而去 绝不正常 晚上召集柴斧的蛇虫鼠蚁 好好调查一番 许其安心道 他渐渐喜欢上七爵谷 手段多 能力强 诡诀多变 很好用 也很有逼格 不像武夫 遇到问题 直接忙 容易打草惊蛇 夜离 三水镇是位于香州城北面26里的大镇 镇子人口有8000之多 三水镇背靠崇山峻林 山中多药材 因此镇上的百姓多以采药重要为生 镇上最大的药商是一个叫药帮的组织 帮主是个炼神镜的高手 勉强上得了台面 涂抹大会时 药帮也参与了 积极响应官府和大势力的号召 派出30名帮派成员 加入民兵队伍 彻夜巡逻 除了官府组织的民兵 以及药帮成员 巡逻队伍里还有一位佛门僧人 正是当日在涂抹大会 大放异彩的武僧靖元 巡逻队伍总60人 十人为一对 手持火把 在镇子各处夜巡 尘尔是药帮的小执事 底下管着十号人 在药帮 执事是中层 也是最累的同目 专门处理一些琐碎事件 遇到不能解决的 或无法决定的 便汇报给帮派高层 大师 多亏有你加入 兄弟们都放心多了 夜里巡逻胆倍增 手持火把的尘尔 侧头看向身边的武僧 这位武官立体 眼睛深邃的西域武僧 淡淡道 只是这里更方便撤离而已 尘尔没听懂 在问时 年轻的武僧闭口不答 没有理会他 这里更方便撤离 什么意思 西域的和尚脾气真古怪 尘尔心里嘀咕几句 甘笑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靖元双手合十 不乏稳健 走在前头 镇子北边有一条小河 贯穿小半个镇子 沿河是一座座民居 寒风迎面而来 巡视了两刻钟后 这支队伍穿过石板桥 来到河边的九四 这里是要帮的产业 炖着火锅 温着灼酒 专给巡逻队伍做些脚用 队伍里都是些习武的好手 但除了直视尘尔是练精进 其他人没有品级 因此需要这样一个九四休息 喝酒暖身体 不然很容易得风寒 这见鬼的天气 初冬就已经这么冷了 尘尔骂咧咧地进入九四 闷头先灌几口药酒 回头招呼道 兄弟们 进来喝酒 半住香后继续巡逻 队员们纷纷入座 大口吃着珠夏水 喝着三水镇独有的药酒 抱怨着这见鬼的天气 尘尔不忘谄媚道 大师 这是我们三水镇独门秘方 酿造的药酒 您暖暖胃 静员汉手 默不作声地喝酒吃肉 身为武僧 吃饭怎么能少了肉食 喝了几口酒 他闭上眼睛 宁神感应周遭 没有发现异常 静员在三水镇夜巡已有两夜 之所以选在这里 是因为此地背靠苍茫山脉 镇外还有河 非常适合撤退 逃跑 当然 不是静员逃跑 而是那个为非作歹之徒逃跑 此人练师多日 怕已到了瓶颈 断然不会放过你 这具金刚体魄 安心呆着 那人自会前来 这是静心说过的话 静员认同师兄静心的决定 也认为这是最快的 引出幕后之人的办法 行尸没有呼吸和心跳 也不存在杀意和恶意 但他们只要大规模行动 就会有动静 比如脚步声 静员没有察觉到异常 睁开了眼睛 今年这个冬天难挨啊 不知道又要冻死多少人 一个汉子灌了一口酒 摇头感慨 哟 你张牛子还是个为国为民的好汉啊 不如把家底都捐给官府赈灾吧 捐给官府 那还不如直接在大街上撒银子呢 至少乡亲们还能抢到几个子 捐给官府的话 乡亲们钱拿不到 反倒是官老爷府上又添一名小妾 众人纷纷调侃 就是就是 张牛子不如捐给我吧 我还没讨到媳妇呢 说话的是个身材瘦小 有几分属相的男人 张牛子骂了句李宇粗话 道 你李二娶不起媳妇 但你会睡自家扫扫啊 嘖嘖 娶媳妇的钱也省了 媳妇哪有嫂子好 老话说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什么来着 好玩不过嫂子 有人揭了一嘴 众人哈哈大笑 九四一下就热闹起来 李二的大哥和大部分郑民一样 采药中药为生 某次上山采药跌下悬崖 大难不死 但一双腿就此废了 整日卧榻在床 家里没了干活的男人 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李二的婶婶是个有几分自色的妇人 没到半年 就和李二搞上了 陈尔听着下属们相互嬉笑怒骂 眼角余光 瞥见静元放下酒杯 侧头看来 耳边紧跟着响起武僧的声音 香州冬天都这般严寒 陈尔连忙正过身 以示尊敬 恭敬回答 哪能啊 要是每个冬天都这样 香州百姓还怎么活 今年特别冷 这才入冬不久 夜风便刮骨一般 再过半旬 屋檐下都要结冰棱子了 说着 陈尔举被一眼而尽 也不知今年冬天会冻死多少人 不过 哪年冬天不死人 知识道也就这样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唉 柴贤那个挨千刀的 害大火大冷天地出来巡逻 我看他早就溜走了 哪还敢在香州待 陈尔迭迭不休地唠叨 半炷香时间很快过去 他抓起短刀 吆喝道 别喝了别喝了 麻溜得起来 都给老子寻接去 啊 这就半炷香了吗 我感觉才坐下来 再喝半炷香吧 这么冷的天 那狗日的柴贤 说不定在哪个女人的 被窝里快活呢 肯定不会出来捣乱 巡逻成员们 七嘴八舌地抱怨 这时 静元耳阔一动 听见了轻微的 不同寻常的水流声 闭嘴 静元喝道 满堂的嘈杂声为之一景 没人敢说话 都茫然地看着他 静元没搭理他们 闭上眼睛 把听力放大到极致 哗啦啦的水声传入耳中 与正常的水流声音不同 更像是暗流 十几数十的暗流 不 不是暗流 是有什么东西 沿着九四外的小河 朝这边游来 躺下电这边的水流声音 或是一倍的充电 门 来 优优独播剧场响 说声音评创